据媒体报道,香港民导吴宇森1993年到美国发展,在美国表现不俗,赚进大笔酬劳后,买了洛杉矶的豪宅,他2008年回到中国市场发展,因为已较少回好莱坞拍片,于去年2月开始出售洛杉矶豪宅,原本售价是750万美元,但放了一年始终等不到买家,直到最近才以低价542万美元售出。 这间豪宅强调居住的私密性、安全性,吴宇森1993年离开香港与家人移居美国,就是看中他采用封闭式管理,十分适合追求隐蔽的名人居住,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